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莫兰 现在是莫兰蒙发花芽的一个好季节 那么你的莫兰冒出花芽没有 像我这一盆莫兰它的猪食还有长势虽然不太好看 但是呢,它也冒出了两条比较粗壮的花芽 要如何养护才能让它这么快就冒出花芽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注意好三点就可以了 第一点呢,就是给它光照 因为在冬至光照比较柔和 我们可以把它搬出来晒晒太阳 让它吸收光照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呢,如果这时的光合作用不够 我们就要给它辅助一些光合作用了 我们要如何给它辅助呢 就是给它浇灌一种鱼烟菌引入 因为呢,它里面含的有浴火菌非常多 比如光合菌、橡木菌是非常充足的 在给它喷湿叶面的时候 经过这些菌菌的作用上 就能使这个叶片增强光合作用 它就会提升更多的光合产护 就有利于它炉头增大了 才能让它萌发花芽 的话就是准备一千毫升的清水 之后呢,再给它倒入一克 吸吸好的水呢,就把它装到这个喷壶里面 给它喷湿,每隔十天喷湿一次 当时呢,喷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喷湿的部位 就是往叶背面给它喷湿 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能让它吸收到一些成分 第二点呢,就是养分了 首先就是把它的炉头养大,蒸大之后呢 它继续的养分多了,才会萌发的花芽更加快 我们给它使用的养分呢,就是一些磷甲肥 就像这种磷酸二青甲 它是一种高磷高甲肥 既可以促进花芽分化 又可以给它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它快速的花芽分化了 第三点就是温差 因为我们养殖的木栏呢 要经过低温春化之后呢 它才会快速的萌发花芽 这时白天与晚上的温差 一定要相差十度以下 才能让它继续花芽分化的更快 像这一盆木栏呢 花芽还有新芽一起冒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木栏 现在还没冒出花芽的话 就使用这些方法 就能够让它快速的冒出花芽 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